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是他老婆吗 对 叫他赶快忏悔 有一个女的在他身上 我不知道是谁 你要好好忏悔了 他这条命不长啊 他最多还有四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 我以前做过沙业 他说他以前做过十年的沙业 什么 以前做过十年的沙业 做过十年的沙业 哦 杀业 对 哎呦 怪不得的 我告诉你啊 我刚刚讲了 他的命还有半年到八个月 你现在要叫他赶快放生 听得懂吗 所以我叫你们不要搞杀业 搞杀业之后 终会有报应的 所以做人不能有杀业的 不知道将来啊 不能这么玩的 听得懂吗 听懂 要叫他每天念五遍礼佛 现在这里每天的五遍礼佛 嗯 他很危险 他看我看得太晚了 早一点我还能救他 他现在是福气双修 已经吃素了 嗯 还是不行 因为他业障太重 现在还要念多少张的小房子 放生多少条鱼 我只能帮他演 我没有办法救他 我可以帮他演 稍微延一点时间 他如果能够念小房子 一万 放生一万两千条鱼 好吧 然后小房子叫他念 要两千张小房子 两千张小房子 一万二千条鱼 嗯 好吧 好 能延一点时间 他现在几岁啊 五十四 五十四岁是吧 对 看吧 可以帮他延一年半时间 好的 一年半当中死不了 但是会比较痛 如果他好好地念经 忏悔 看 只能因为他这种情况 是一段一段延的 不可能我今天能够求菩萨保佑 就可以让他 取掉这个灾难 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的 听得懂吗 听懂 只有靠他自己 菩萨看他一年半的努力 然后呢 再给他演 演到后面面就是 受藏了呀 好吧 好 你要叫他忏悔 还有一个事情 你要叫他好好的忏悔 你太太在 我也不怕 讲给你听 你年轻的时候 害过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要是要活的 跟着你 现在死了 老在你身上 瘦瘦的 听懂吗 忏悔 他说忏悔 我告诉你 听得懂了吗 听懂 这个女的现在老在你身上 瘦瘦的 哎呦 你不要去问他了 他妈妈这边上 你怎么讲啊 我只能给他个面子 就是你在结婚之前的 女朋友 有一个人很喜欢你 后来你把人家甩了 人家现在死了 你现在来找你 听得懂吗 瘦瘦的 隔子不高 好 想了 是不是太多了 想不起来了 想不到 晚上我可以叫他来找他的 不用了 很简单了 你要是再不好好承认的话 晚上我叫他来找你 你就惨了 我告诉你 忏悔 忏悔 他说忏悔 忏悔 我告诉你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会忏悔的 现在的人 你要叫他忏悔这么容易啊 哼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想问一下 他家里的佛台 家里的东南蛮漂亮的 佛台蛮好 还供了谁啊 好像土地公公还是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好像供了好几尊啊 土地公公 看见了吗 台长给你们颜色看了吗 好好念经 你现在要供我们 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 供个像 有 最好不要放在一起 另外弄个桌子就可以了 他左边是祖先 左边另外一个小子 祖先啦 祖先不要供啦 祖先了 很多祖先已经投胎了 变成 人家说很多小孩子 为什么看见小孩子 抱在手上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 就是他祖宗 投胎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很多孩子就欠他的一样 哎呦抱出来 对他好的不得了 祖先啦 祖先不要啦 供菩萨比祖先灵 很多祖先 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苦呢 有的投胎了呢 听得懂吗 听懂 你硬要供祖先 不能跟佛放在一起的 你记住 菩萨一来 祖先一个都吓得不敢来的 他是分开桌子的 桌子不行 放在太近了 你们现在两个放得太近了 对 对对对 看见不啦 我像到他家去一样的 你要我再讲不啦 一进门四条走道 对不对啦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家里还有铁门 沙发比较旧 我停不下来了 换人啦